是中国的众议员 来自学州的李应霞同事 然后他也是本来在区众议员 也是全国社青团的俗理团长 当然我还有一位朋友要介绍 黄龙汉 龙汉站起来好吗 龙汉是我们民主行动党 社青团的政治教育主任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行动党的宣传品 大部分都是由龙汉来设计的 所以在308大选 行动党能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龙汉居功不少了 当然有我们的这个尼赖区的中议员 叶耀龙同志 有我们的周伟 我们的光星同志 还有来自福龙的同志 资资感的同志 马口的同志 当然没有忘记在我左手边的 来自大陆界的好朋友们 各位安哥安弟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大家晚上好 好 首先呢 我感到非常害羞 太久是因为什么 刚才我们的雪州州议员 李硬翔说雪州有免费水 在省美兰州怎么办 没有免费水不要酒 我们的农历青年没有水 就是国政是这个省美兰州 没有水不要酒也没有业 尤其是在农历青年的时候 各位 国政在省美兰州 自政了五十亿年 到今天为止 还是会出现断嘴断颠的情况 这种情况我觉得 已经是拿到了一种 不能够控制的情况了 我们在马口 我们在省美兰州 必须要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 各位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马口 有很多的美化工程 尤其算是在这个肯当一前面 肯当一前面呢 以前就叫冰单锅 冰单锅他拆掉了 现在又重新粉刷 重新装修 我就看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不只在肯当一前面美化 我们在马口的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 都可以看到很多灯色了 开头的时候是全部摆灯 过后呢就是一边蓝色一边白色 现在就有四种颜色 各位 我在这边想要告诉大家 这些灯 这些美化工程 对 他的确是美化的马口 那外地人看到马口 哇 不错啊 发展很好 但是不要忘记 这些美化装修 这些工程 全部都是我们马口人民的钱 我们家的低税 我们家的轮台税 都是用来坐在这边 滑而不实 让人被人引起 在工程上面 各位 在马口 低税 能排税 很高 有的人 有的选民 有的这边的居民 来找我投诉 当然有的成功减税 有的因为没有办法 不能够减税 这个是马口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在去年2008年 我们有三次的这个州议会 在每一次的州议会里面 我都在议会 一直要求我们的州征股 减这个门台税 减这个低税 减轻我们人民的股材 但是各位 你们知道我们的州大臣 怎样回答我吗 他告诉我 马口的州议员啊 我麻烦你喔 回去教育一下 马口的选民啊 为什么要教育马口的选民啊 他讲啊 州大臣讲 在深美兰州 除了古龙的市议会 有赚钱之外 在深美兰州 所有的新市议会 他们的财务状况 都面临亏损 面临扑盖 面临扑盖 如果你要点数的话 这些建议会 这些市议会 哦 被让到更加快了 所以他叫我回来 要教育马口的选民啊 当然 我当然不是会回来 教育马口的选民 要马口的选民 接受这个昂贵的人 排税跟低税 我相反的 不只要要求马口的选民 我要要求整个深美兰州的选民啊 在下一届大选 用我们手足那一票 投给明天 教训我们的州大选好不好 好 哦 各位 马口这个选区 很出名啊 上个星期 哦 在吉隆坡台会的时候 就有一丁城的州议员 坐在我的根底 哦 我也不知道他是州议员 他也不知道我是州议员 哦 我们就交换了明天 你来看 哇 马口的选区哦 那个 那个 某某人 以前跳槽的选区哦 我讲就是咯 就是小弟 把他一败了 当然 能够在马口选区 去胜出 不是 因为掌国奖 不是因为小弟这个人生 吗 不是因为小弟长得比较高 而是 能够胜利 是所有 马口人的胜利 所有马口人 把这个票 投给行动港 不是因为帮国奖 各位 对小弟而言 每一个选民 在马口的也好 在整个声明栏中的也好 你们都是我们的老板 所以不管你们有任何的投诉 任何的投诉 都欢迎你们 好联络我 就好像刚才早上的时候出宰 就有一个安地 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广泛花园呢 是广泛